海角七号 海角七号现在实在是太夯了 把恒春给捧得太红了 过去的国庆三天连续假期呢 看到相关的景点啊 全部都挤得爆满了 真的很夸张啊 过年都没这么挤过 恒春竟然还要来个交通管制啊 那么因为促销这个 在过去呢 实在是他们讲说 我们也很努力的促销这个恒春啊 都没有一部电影来的有用 国庆三天连续假期结束后 剧中游子奶奶的家门前 还是有游客不停的观望 还没回台北的屋主不啰嗦 立刻开放游客进入观赏 虽然剧中游子奶奶只出现一幕 但还是吸引影迷疯狂前往朝圣 挤爆这栋鼓措 因为人太多了 还有交通警察管制交通 红帆天的还有阿嘎的家 看起来平凡无奇的老房子 在国庆三天假期中不分日夜 总是有数十名的游客到场拍照留念 不只电影场景爆红成热门景点 男主角阿嘎在电影中担任乐团主唱 驾杠的恒春镇代会主席洪国荣 也要发起一个真实版的海角七号乐团 目前已经开始招兵买马 还缺一名主唱 汉基因吉他手将在明年的春天音乐季中 养眉吐气拭目以待 昨天新闻张春华王乐邦 评论报